海贼王,普罗米修斯叛变,宙斯献祭修女重返世界,大妈要亮了! 海贼王第1010画完整版漫画已经更新了,在海贼王最新一画中,和之国的战争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陆飞觉醒了霸王色缠绕的能力,索大也开启了黄极实力直接把凯多给打趴了。 可以说形势大好,除了陆飞和凯多的战斗以外,好像忽略了另一个四皇,大妈。 在最新一画中,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那就是大妈的霍米兹普罗米修斯。 在之前的剧情中,就在大家都以为被四大超新星联手打下了鬼岛的大妈,会掉入大海然后再次进入失忆的状态时,被赶来的普罗米修斯成功在大妈坠海之前救下了她。 救下大妈之后普罗米修斯的举动就有一些奇怪,她诋毁了同为霍米兹的宙斯还想要大妈抛弃宙斯,建议大妈重新创造一个。 而这时候,鬼岛上的基德和基拉看到天空上的一朵云有了很奇怪的变化。 不过差异的是,从贬低宙斯和基德看到的云的变化来看,为什么普罗米修斯看上去比宙斯要更加邪恶? 普罗米修斯和宙斯的性格刚好截然相反,相比普罗米修斯愤怒暴躁,宙斯更偏温顺一些。 难道说她本身不是大妈创造的? 霍米兹是用混混果实创造出来的生物,大家都知道大妈一共有三个高级甚至有独立人格的霍米兹,分别是拿破仑、普罗米修斯和宙斯。 为什么两个霍米兹的性格完全不同呢? 这里我们不妨猜想一下,普罗米修斯是上一刃灵魂果实能力者加尔莫多者修女的奴仆。 因为修女曾经制造了一团叫做潘多拉的火,长得和普罗米修斯一模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剧情就很清晰了。 而普罗米修斯可是因为当年那场大火,由修女用混混果实化为霍米兹而出生的,普罗米修斯才被转移到现任的灵魂果实能力着大妈身上并且听命于大妈。 也就是说,修女没有死,普罗米斯修里面的灵魂不是大妈的,而是修女以灵魂的状态活在了大妈的身体里。 至于宙斯,以大妈的性格来讲,宙斯绝对是她的亲儿子,是大妈用自己的灵魂创造的,因为她们的性格最接近,宙斯就像四皇大妈小时候的样子,也是一个吃货。 和普罗米修斯与拿破仑就不一定了,毕竟她们性格相差得太大了,普罗米修斯更像是做恶多敦的修女形象。 这里可以架设普罗米修斯和拿破仑其实是修女分离出去的灵魂。 剧情中,大妈坠海失忆之后,拿破仑和普罗米修斯都消失了,而宙斯却还存在,这也就证明了只有宙斯才是大妈本身灵魂的产物。 如果普罗米修斯真的想吃掉宙斯,大妈的本人灵魂就会受到伤害,那就相当于加尔莫罗修女的灵魂要吃掉大妈本身的灵魂。 宙斯是大妈制造出来的,说明机体内的灵魂都来源于大妈。 一旦普罗米修斯真的成功了,宙斯被大妈灭掉,加尔莫罗修女可能会因为灵魂果实的能力占据大妈的身体, 那加尔莫罗修女的灵魂就会壮大,大妈体内的自身灵魂就会随之减少,这样就进一步增加修女夺取身体的可能性。 这也是为什么在最新一话中普罗米修斯暗示大妈除掉宙斯,意思就是说修女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 究竟普罗米修斯是不是想吃掉宙斯? 结果可能有两个,第一宙女复活然后占据大妈的身体,第二大妈用最后的理智阻止了消灭宙斯的意志,宙斯离开大妈转而投靠纳美,陆飞成功入住四皇。 不过这只是个人猜测,那么你认为修女会不会重返世界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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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